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的繁华富庶 她的风雅精致 她的悲歌慷慨 有时像冷月照梅花 有时似浪卷千堆雪 两宋风云让我们重回宋朝 一同感受那个民族记忆中的时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故国神游》之两宋风云 我是袁熙 那在这个系列中呢 我们来讲一讲宋朝的故事 宋朝是宋太祖赵匡印 在公元960年建立的 分为北宋和南宋 北宋历时167年王于金 南宋历时152年王于元 两宋详作300多年 可谓渊源流长 根基深厚 那这样的一个朝代 它是怎样创建的呢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 天命有归大宋开国 那时间退回到1000多年前 那个时候的中原大帝正是五代更迭 十国歌剧 那五代呢 我们知道是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 五个王朝 至于十国呢 其实是有十几个小的歌剧政权 那史家就简称其为十国 此外呢 北方又有七单人成乱曲 燕云十六周 常为中原之患 那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赵匡印 生于乱世 起于荣武 命和天树 未登久武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概括为六个字 听天命 尽人世 那说起天命呢 有些抽象 这个天命看不到摸不着 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人生在世 有时候我们对天命 是有一定的感知的 比如对一些事情的走向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再好 也超不出一个上限 那再糟糕呢 也超不出一个下限 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当然天有不测风云 这种感知不一定都准确 但多多少少呢 我们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迹象 而受到一些启发 从而对命运呢 有一些感知 那我们普通人是这样 那历史上 那些成就大工业的人 比如像赵匡印 也是如此 后唐天成二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二十七年 赵匡印生于洛阳甲马营 那从他出生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异象与众不同 宋史中记载啊 他出生的时候有红光绕世 异乡清朽不散 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那因此呢 赵匡印还有一个小名叫乡孩 那等他长大之后呢 按宋史中记载 他的相貌是 容貌雄伟 气度豁如 使者知其非常人 就是一看他呢 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 那我们知道 古时候呢 修道人很多 那一些修炼有素的 有道之人 他们对未来呢 是有一定的预见能力的 那早在后汉初年的时候 赵匡印曾经在襄阳寺居住 那襄阳寺里 有一位精通术术的老僧 有一天 这个老僧呢 就指点他说 午后进入北网 则有寓意 意思是呢 我给你一些资助 你呢 就向北走 那赵匡印的悟性很好 他就真的按老僧的话讲呢 向北走 结果就遇到了当时的 后汉淑密使 郭威 在招兵买马 于是呢 赵匡印就应征入伍 那这个郭威呢 正是后来建立后州的那位 周太祖 那赵匡印的荣马生涯呢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之后呢 赵匡印就跟随郭威 四处征战 那郭威去世后呢 周世宗柴蓉即位 赵匡印又跟随柴蓉 后州显得六年 周世宗北伐去攻打契丹和北汉 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征 那赵匡印也随驾从征 途中就发生了一件事 那周世宗在军中辟阅文书的时候 发现一只皮囊 那里面有一块木板 长二三尺 其上赫然写道 点茧做天子 那点茧呢 就是殿前都点茧 是统领京军的最高长官 当时的殿前都点茧叫张永德 那周世宗就怀疑张永德呢 有谋逆之心 基于天子之位 所以一回到京师呢 就把张永德给罢免了 而以赵匡印代之 那周世宗想不到的是 连剑做天子的趁雨 恰恰就印在了赵匡印的身上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 那周世宗在看到这个趁雨之后呢 就病倒了 所以大军在节节挺进的时候呢 却突然掉转码头返回京师汴梁 那十多天后呢 周世宗驾崩 年幼的周公帝柴宗迅继位 那拜赵匡印为归德军节度 剑教太尉 那解释一下归德军节度 就是担任归德军这个地方的节度史 那说起归德之地呢 早在后晋的时候 归德这个地方曾经来过一位 相貌特异的僧人 那他看起来呢不像和尚 更像是一位豪侠 一手指地高声宣说 不二十年当有帝王 由此见号 意思是说呢 不到二十年 这个地方会出帝王 那赵匡印在成为大宋开国之君之前呢 他的身份之一 正是归德军节度史 可见归德一僧 所言不虚 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呢 赵匡印确实是有天命在身 那么是不是说 天命如此 他就可以不用努力了呢 就等着做皇帝了呢 还不是这样的 因为听天命 后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进人事 那赵匡印他自从加入郭威的军队后呢 先后跟随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荣 南征北战 他不仅自身武艺高强 在战场上呢 更是作战骁勇 比如周太祖去世的时候 北汉和契丹就趁机入侵 那周世宗呢 就北上清征 在高平这个地方 与北汉军队发生了激战 当时呢 北汉军队军力很强大 很多后洲士兵呢 都临阵投降 那赵匡印健壮呢 就对其他将士说 主威如此 无数何得不至死 意思是呢 主上都危机了 我们怎么能不拼死立战呢 于是呢 他就率领2000人 向强大的北汉军队发起冲锋 那由于他身先士卒 冒死不顾 就极大的鼓舞了后洲的士气 于是呢 这些士兵就变得非常勇敢 无不以一当百 2000人所向披靡 北汉大败 7000人投降 所以通过这段记载呢 我们可以想见 赵匡印在战场上是 何等的勇武与忠义 这个呢 就是近人士 那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呢 所以赵匡印 上得士从之信任 下得将士之拥戴 而他的身边呢 还聚集起一众年轻将领 结为兄弟 好为义社师兄弟 所以我们看到呢 赵匡印呢 一方面呢 是有天命在身 一方面呢 他在荣马生涯中 也的确是从基础做起 一步一步建立起了极高的威望 这也就为他后来成就地业 打下了基础 所以呢 要想成功总结一下 一要听天命 二要尽人士 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有了这些基础铺垫 赵匡印又是如何走出 见颂戴舟这关键的一步呢 这个呢 要从周世宗柴蓉的去世说起 那后周世宗驾崩 年仅七岁的工地被扶上地位 一般老臣汉将 立于殿下 那五代之士呢 我们刚才说过啊 内有翻证歌剧 外有期待来犯 天下动荡 贫贫易主 所以这个时候的后周呢 可以说是主有国仪 人人心照不宣的是 新登基的小皇帝 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 可以安定天下的英主 那之后的几个月呢 还算平静 但是未必不是一场 剧面前的沉寂 11月 镇定二周传来 契丹来犯 边境告急的消息 那朝廷呢 就派时任殿前都点检 归德军节度使的赵旷叶 率兵欲敌 那大军于显德七年 也就是公元960年 正月初一出发 那先头部队刚出发的时候 京师就有传言说 将以出军之日 策点检为天子 那意思是呢 大军出发的时候 就是点检做天子的时候 那到了初三 军中有一个叫苗迅的人 这个人通小星象 那他就看到太阳之下呢 还有一个太阳 这个正是天下一主之相 那苗迅心有所感 他就对身边的人说 此天命也 当天晚上呢 队伍到达陈乔义 再次助营休息 正所谓天命所在 人心所归 那当晚呢 众将士们就相聚商定 要先拥立赵旷印为天子 然后再去北征 于是呢 天快亮的时候 就发生了我们都熟悉的故事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就在众将士们的簇拥下 他们把一件黄袍 披在赵旷印的身上 一定要让他做皇帝 那当时呢 众将罗拜 光呼万岁 赵旷印就问他们说 我有号令 耳能从呼 意思是 你们能听我的命令吗 那诸将回答 愿听命 那这个时候呢 赵旷印就与将士们 约法三章 一个呢 是不得经贩 周台后和周公帝 第二呢 是不得清零 周朝大臣 公卿 第三呢 是不得抢掠 朝廷府库和士术之家 那现在说起这三条呢 我们可能觉得 这也没什么嘛 那古时的明君 贤主不都是这样吗 其实呢 我们如果回到 那个历史背景下看 就会看到 赵旷印能说出 这三条来 其实很不简单 因为他所处的 那个时代呢 不是太平盛世 而是五代乱世 那每次改朝换代呢 都会伴随着战乱啊 动荡啊 殃及百姓 此外呢 由于五代时候啊 从帝王到大臣 多是出身航武 而帝王本身呢 也常常是武人所拥立的 所以武将一向是 持功而交 那有的就放纵士兵截掠 那一些武将甚至觉得呢 这是他们犒劳士兵的一种方式 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赵旷印一上来呢 就是在扭转五代以来 最大的社会问题 那说到这儿呢 其实啊 人最难得的是 他能够从他所处的 那个时代中 跳脱出来 那特别是在一个乱世之中 世风日下 他却能够逆流而上 所以说呢 赵旷印向将士们提出的要求呢 是很有远见的 那他对将士们说 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呢 那我也不能做你们的皇帝 所以呢 众将都领命再败 于是呢 大军吊船码头 返回京师汴梁 决定先拥立赵旷印登基 然后再行北伐之事 那公元960年正月初五 宋太祖受善登基 改元建龙 因为他曾经做过 归德军节度史 而归德这个地方呢 他的原名其实不叫归德 这个是后来改的名 在被更名为归德之前 他的原名呢 一直就叫宋州 所以呢 一切都如当年的归德一僧 所预言的那样 不二十年当有帝王 由此建号 那宋太祖呢 正是以宋州之名 建国称号为宋 那以上呢 就是宋太祖赵匡印 建宋代州的故事 那说起这段历史呢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都是耳熟能详的段子 那当我们从历史中 截取这个片段来看 会觉得这个场面呢 很具有戏剧化色彩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片段 放回到历史中去呢 就会看到 他是有他的背景与原因的 比如 陈桥兵变 其实并不是意外 那五代之士呢 窜乱相寻 都是通过兵变政变 然后新朝取代前朝 所以当周世宗柴戎去世 那剩下一个小皇帝 主政天下的时候呢 人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 现在兵荒马乱 内忧外患 那这个小皇帝呢 并不能让他们信服 他们就会去寻找 他们所认可的人选 而这个人呢 一定是一个 众望所归的人才行 那赵匡印就符合了这个条件 那再说 黄袍加身 也是有先例的 周太祖 郭威 建州代汉时 就是士兵滑便 然后将一面黄旗 披在郭威身上 表示要拥立他做皇帝 那赵匡印也是如此 所以 关于赵匡印 建宋代州的过程呢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 也就是 形式使然 那 说起这些呢 也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 我们知道历史上呢 一些史家 喜欢用传统的儒学观点去衡量 认为赵匡印是篡州 认为他德国不正 但是 如果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呢 其实并不需要过分的纠结于此 因为赵匡印 建宋代州 其实呢 与他之前的五代之士 每次改朝换代 都有根本的不同 那就是呢 赵匡印是 以武止歌 以战止乱 结束了五代乱世 那就像 武王伐咒 结束了商朝末年的乱世 顺天意 进人事 得民心 这一点呢 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好了 这一集呢 我们分享了宋太祖 建宋代州的故事 但是天下之大 这个时候的宋呢 只是数个歌剧政权中的一个 那么在下集中呢 我们将继续分享 宋太祖 曲天下的故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